当我一开门之后 帷幕自动向两旁拉开 我看到墙上 镶嵌着许多仪表 许多明灭不定的小灯 和许多在转动着的小轮子 看来像是有一具 十分精细的计算机装在墙上 而除了这些之外 室内便更无一人 我正在发呆间 只听得在墙上的一个扩音器 又发出纯正的国语来 道 请坐 请你原谅 我只能在这样的情形下 和你交谈 我走前了几步 坐了下来 道 中国人 那声音笑了一下 道 当然不 这是你面对着的 乃是一具自动的翻译语言的计算机 可以翻译世界上39种主要的语言 我心中不禁苦笑 因为我这时 的确知道这个实力 如许雄厚的野心集团的首脑在讲话 但是我不但不能见到这个人 无法看清他是什么模样的人 而且他是哪一国人 我也是难以弄得明白 通过了计算机 他的声音被译为纯正的中国国语 他原来是操什么语言的呢 俄文 英文 法文 德文 日文 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 这时候 我当然不会去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因为我明知提出来也是没有用处的 那声音又道 我知道 你一定可以和我做真正的会面 是不是 我心中一愣 不明白他是如何会将我的心事知道的那样清楚 我感到在那样的情形 我也不必隐瞒 因此我便答道 是 那声音笑了一下 道 只要你在这里有了好的表现之后 我是可以赐给你这个荣耀的 但如今 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会面 我心中虽然十分气愤 但是却也无法可想 因为这间房间中 只有我一个人 我想要发脾气也无从发起 我总不能将那句计算机打烂的 那声音又道 我刚才听到你和甘木的对话 我冷冷地道 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在那一瞬间 我突然看到计算机上许多红红绿绿的指示灯 迅速第一名一案 显得计算机的工作 十分忙碌 我燃着了一支烟 那声音又道 你说 我们并没有力量征服全世界 我不和你争辩 只是想叫你看一个事实 我已经命令各地准备执行这一任务给你看了 你应该感到荣幸 因为这将是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 但是却因为你不信我们的力量而发生的 我心中骇人道 你想做什么 是要毁灭一个城市 来使我相信你们的力量 我心中骇人道